好的,现在我们所在位置是中原大学的设计学院 那我们就来找几个设计学院的同学 跟我们一起来了解碧卡索吧 这里是市社的系馆艾楼 这里是景观系的系馆 这里就是建筑系的系馆 这里是商社的系馆 比卡索是抽象画牌 好,那现在开始进行快问快答的环节 第一题 比卡索是抽象画牌 比卡 比卡索生前穷困潦倒 比卡索的草莓 比卡索的名言 可以 漆 kansan go 她想年92 歲 啊 怎麼那麼早啊 那張她還幾個女朋友嗎? 很痛的嗎? 皮卡索藍色時期的畫作 主色調是紅色 藍色時期 主色調是 藍色 第七題 《格爾尼卡》是皮卡索的作品 主 主 皮卡索是個有創造力的人 雜負布 公布 公布 好,那現在進行第二部分 就是我們來體驗畢卡索畫畫的感覺 請問一下你知道抽象畫嗎? 知道 好,那現在 請你用抽象的方式把我畫出來 現在要麻煩你用抽象畫的方式畫一張星宇的臉 請問馬哥 您是否知道抽象畫派呢? 知道 那請用抽象畫派 歡迎正解放這位曾瑞勝同學 這裏的紙跟筆畫出你心目中我的樣子 帶罐耶 哈哈哈哈 祝你眼前這位曾瑞勝同學的超像牌畫作 請可以用抽象畫派畫出我的臉嗎? 可以 好的 請你按一下 喇我 請用抽象畫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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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的 然後 第二個特徵就是 每次都是穿T恤 所以我就把這兩個特點畫出來 然後其他的就是 打算 反一下抽象派的那種 我們先解釋一下 因為 從不同角度看的時候 他的頭就不會是 就是有一點立體感覺 所以就畫 這種多邊體的方式 然後之後他的眼睛 他的頭在轉換的時候那個 眼睛角度也會變 所以就讓他不移 然後五官也是這樣的眼裡 差不多就是這樣 好 你要不要跟你對照一下 對照 有像嗎? 我喜歡 那你要講述一下 講述一下嗎 你講述一下嗎 你的頭髮是短的往內腕 然後 我幫你要被人高高折住了 擋住你的大臉 哈哈 謝謝你 你的瀏海還蠻明顯的 所以我就把它畫得很長 就是 一片蠻蓋 好 呃 我就是畫了一個 一個 一個渣頭 然後 沒有得多 沒有忘記畫了 可以講一下 你的概念嗎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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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 因為抽上看 所以 他的 呃 線條比較 簡單 可是比較 看起來就不會很 正潔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軟 然後 其實 對 然後這邊就是眼睛 然後就是鼻子 然後就是嘴巴 然後這個就是 手拿著一個兄弟 像 相機 然後這邊就是頭髮這樣 對 那要不要說一下為什麼 你會把心畫成這樣 因為 這個 其實我是稱號 然後 Picasso有一支人畫的叫做 呃 Girl in front of mirror 就是 鏡中女朋友 就是 他裡面是在表達 一個 他的一個情人中 有 比較 年輕和比較 老的樣子 所以他用了 兩種 兩 把臉分成兩半的形式 去表現這個手法 然後 啊 Picasso的 就是 立體派的風格 就是 他會把人臉轉換成 比較集合的方式 去畫他 所以他不是也 而且他是 多角度合在一起 所以他沒有一個 固定的視角 這樣 所以我是參考 他的風格去 錄我方的 臉 只能跟她說 要他 問他 說 原來 他 你看 他 他 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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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